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4月6号 今天想谈谈关于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最近这几天可以说是持续升温 先是美国总统川普公布了500亿的制裁 实际上川普说的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对于这个制裁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他就是说是以战逼合 想要跟中共谈判 以此作为逼中共谈判的一个手段 所以对他这个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太详细的去看 因为我觉得川普他就是漫天要价 最后就地还钱 最后他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他现在他是不说的 那么中共现在也就是说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中共的也是说呢 就是说我们具体怎么做 也要看这个美国这边的相应的这个措施之后 我们再相对的来做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贸易战最后我真的会打响 当然大家都是这么说 因为大家都认为打了会两败俱伤 这是普遍的一个观点 会两败俱伤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打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不会打的 我跟大家不太一样 如果一样的我就不说了 对吧 那我说的就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我认为什么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最终的结果 就是以中共就是说完完全全妥协 完完全全认输为一个为一个结果的 因为我不认为现在中国有这个条件 跟美国进行这个贸易战 或者中国愿意做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中共在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反正你要打我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我马上就怂了 对不对 你一张手我就跪下了 这也太怂了 是不是 而且呢 我现在我这样做的话呢 你美国你这样对我 我这样的 大家都会欺负我 对不对 那日本也来了 韩国也大家都欺负我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肯定我要表现出一种强硬的态度来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要一个面子 就是说 首先我认为打不起来 其次呢 我认为很好谈 为什么呢 川普现在要的是理字 他要的是实惠 中共要的不是实惠 中共要的是面子 就是说你美国你要给我面子 你要给我一面 让我呢 从我对国内呢 我有面子 对其他的国家呢 我有面子 而我觉得川普现在是可以给这个中国面子的 没有问题 川普其实一直一直 哎呀 在对习近平主席进行这个白班的这个夸奖和工委 一直都是非常欣赏的态度 对吧 我觉得面子是可以给中国的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你找面子给我了 对不对 其他的东西 中国政府 不是很在乎 通过这个问题 我想呢 一个是说这个 另外一个隐身谈什么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贸易战也是有一种害怕 两个方面 大家其实都在谈 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从知识产权方面 拿了美国很多东西 有很多野心 中国制作2025等等的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是关于中国的这个军事发展 中国最近这个军事发展呢 非常非常的迫切 给人一种非常非常迫切的感觉 我们现在刘宁号现在没事就往台湾那溜达溜达起 还有这个战机啊 那边兜一圈什么的 以前来讲 我们可以说在南海是被美国包起来了 现在呢就有点感觉包不住了 我们现在要要要通破第一岛乱 通破第二岛链怎么样 我觉得实际上呢 这种威胁对于美国来讲呢 更害怕 因为现在中共的这个这个体制啊 它让人不那么太感觉就不安全 你知道吗 就是说像这样子一个体制 如果拥有了特别强大的这个军事实力之后呢 就是说会让美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全 我觉得这是这是其一 这个其实呢 这个观点呢 也不是说我们第一天提起来 对吧 我记得几年前看周孝正老师 关于他这个中国纳粹化 王者中国纳粹化 其实就已经是这个意思 高晓松老师也经常说嘛 说这个历史啊 是花开花落 就是年年岁岁 花相似 岁的年年人不同 这个花开花落 看起来总是相似的 就是说 你实际上我们现在有点像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啊 我们有点像满清末期 就是说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 积攒了很多钱 然后拿这些钱呢 买军舰 哎呀 这个置办这个军火 制造了北洋水师 当时北洋水师后称是 后称是亚洲第一 这个水师 就是说亚洲第一的水师 这个 水军吧 然后吧 卷直就是 就就乘不下 装不下了 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 咱有钱 是不是 咱买了多少船 怎么着怎么着呢 然后结果呢 这个甲乌海战 这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现在呢 又有点 对吧 现在不是洋务运动了 中国现在是什么呢 是这个 叫改革开放啊 换了个名字 其实历史嘛 还是这样 其实还差不多跟洋务运动有多大区别 区别不大 也是送刘先生出国 然后跟国外做生意 又往来 打开港口 是不是 向国外学习 学习国外的技术 买国外的军事 技术啊 这个各方面的技术吧 发展军事 然后现在又有点啊 回到了当年这个北洋水师啊 洋洋自得的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很危险 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且呢 我们现在 现在他当然还谈不上军事的向外扩张 但是现在经济的向外扩张已经很明显了 我想想这个要说的委婉一点 怎么说呢 就是说反正你看啊 我们 很多人说我们是撒钱 撒币外交啊 我们还撒人民币的这种外交 实际上就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些年 挣了这些钱 想用这些钱呢 用这种经济实力呢 对外 对其他国家呢 形成一种影响吧 就说的 说的委婉一点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啊 当你的经济扩张达到一定程度了之后 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 那么人家可能就会干涉 当他干涉之后 很有可能这种干涉 最后就导致热战的发生 就是说从经济扩张 最后隐身到了军事扩张 中国的社会呢 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 我们内部有一些问题 人民当中有一些怨言 而最好的把这种怨言转移出去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转移到国外 对不对 把这种仇恨转移到对其他民族的 就是搞民粹 煽动群众 那么这种情绪就是说 再加上中国现在这种急速发展 很有可能就从军事的对外扩张 从经济的对外扩张 发展成军事的对外扩张了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让美国 还有西方国家感到害怕的 但是当然了 这个现在现在说还早 我看真的走到那一步 估计还得有20年 是不是 还得有20年 但是有这个苗头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对我们实行一些遏制吧 也是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 而且说实话 我一直都认为 老百姓应该得到更多的实惠 就是说你现在挣了这些钱之后 这些钱没有用在老百姓身上 你这样子对外扩张 像我很想说非洲去投资啊 到什么这投资那投资的 我觉得还不如把这些钱用在中国 用在老百姓身上 我觉得更好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艘航母舰了 我们现在还在造 我们现在据我所知 我们现在还在建两艘航母 你要明白一艘航母 它不是一艘航母 你围绕着它的话 可能就得十几艘驱逐舰呀 什么反潜呀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你保护它呀 你不能让它一个航母 自己傻乎乎的开出去 那不成人的把子了吗 对不对 你有一个航母战斗群 去保护它 去追随它 去维护它 而这些东西要花多少钱呀 这些钱我说也实在的 当然了 你一个国家军事实力不强 也是容易被别人欺负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 真的到了就是说 如此大力的发展军事的时候吗 现在对吗 其实我不认为 毛主席现在这个不是说吗 说这个当年这个慈禧 拿了钱建一和园挺好的 要不建一和园建了百洋水师 也就是被人家俘虏了 也是给别人建了 到了一和园呢 咱们这个老百姓 还有个地儿 这个玩玩 开心一下 我这是 这应该差不多 应该毛主席的原话 上下有出路 但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现在观点也是这样 我们现在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体制 我们的军事体制 就是说有必要造航母 因为和平先生经常说 我们现在是党卫军 你党卫军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镇压民众 只要民众不造反 不就完了吗 你镇压民众 用着航母吗 你造航母干什么 你没有用吗 对不对 你新疆拿着菜刀造反 那你用得着 你说你造航母去镇压吗 对不对 他这个灯是感光的 我去问一下 亮一下 好 不好意思 所以 当然了 你要这么做 对吧 我们现在的上面的 这些主席们领导们 他们的想法 当然我也不是说 一个国家不应该发展军事 肯定是应该发展军事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体制 发展军事的话 很危险 对老百姓很危险 咱不说对别人 你真的 你作为中国 你 你占别人便宜吧 是不是 咱可以理解 但是你别最后 你没占着别人便宜 你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是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中国政府很容易的 就向美国妥协了 美国给点面子 我们就妥协了 然后 因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钱 你如果现在真的跟美国开始打这个贸易战的话 那航母不用舰了 你 你没有钱 你这个前一日的和平先生 不是和平 陈小平先生 他做的一期那个节目嘛 有人谈这个中美贸易 就是中美贸易战如果真的打响的话 人民币就定成卢布了 我觉得这个话没有任何危言耸听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 如果真的开打贸易战的话 你的军队就不用舰了 你的航母马上舰就可以停了 直接勾在军港那儿 就把它扔成废铁就完了 所以种种情况之下 你不管是经济的向外扩张 你还是发展军机 你都需要钱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 没有办法支付一场对美国的一种贸易战 所以 我认为只要美国政府给点面子 中国政府就会妥协 然后 但是很有可能呢 我觉得就是说 集中可能 第一 就是说可能打个八折 或者是打个七折 对吧 当年李鸿章去日本 这个去谈谈判 不可以说吗 你给我两人开了一枪 你给我减一万亿吧 本来说好像是四万亿 后来减成三万亿了 那打了个七五折 差不多 我觉得中国这个也可以打个七五折 但是现在川普 他到底想要到多少 他也没有说 对吧 他私下来在谈 但是我觉得会打点折 可能不会照单全收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说有可能呢 就是说我们跟川普谈一谈 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说 咱们私下谈妥了 表面上都不说 中国呢 也对外说 我们谈的很满意 我们能接受 川普总统呢 也对外说 我们也谈的很满意 我们也能接受 大家都是这么说 但是具体里边 到底谈成什么样的呢 就不说 我们吃暗亏 吃在里边 从表面上呢 我们面子上呢 很有 就完了 表示好像我们也不吃亏 也占便宜了 是不是 打个脸冲胖子呗 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时间上来讲 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太久 主要中共现在就觉得你来买东西了 你开个价我就给你的 那我也 你买着你也不放心 对不对 你去哪里买东西 比如说这手机多少钱 你说 这手机100 我说50卖不卖 拿走吧 你肯定你就觉得啊 这个 这你好像觉得你吃亏了 对不对 你肯定 哎呀50不行啊 我这个不不不 这个赔钱呀 你看这个80吧 70吧 然后都谈谈谈 谈半天 最后50给你了 哎呀 我肯定我很吃亏 你呢 也觉得你占的便宜了 对吧 这个就挺挺好 所以我觉得 中国式的小聪明吧 也是还是陈小平 他们那个视频不说吗 中国式的小聪明 肯定是 你跟那个川普东东 好好的这个 这个莫及莫及 莫及莫及 莫及莫及 表示表示 我们很为难 我们做了很大让步 对不对 你你你体谅我们 是不是 然后这给自己 再争点面子 然后还觉得 自己骨头挺硬的 也给做 做给中国老百姓看吧 对不对 你说你美国 你大旺一举下 我们马上跪下了 你这老百姓瞧不起啊 对不对 也给做给老百姓看看 我们还是很强硬的 就跟金正恩一样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 快乐的话 三个月吧 最多半年 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就会 就像我所说的 像我预测的 那可能就是说 我们谈好了 谈佗了 我们很满意 中国我们占的大便宜 实际上 大家就心照不宣 对吧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